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今天出席活動 但是外界就關注賴政府的新內閣人士中 是不見林佳龍名字 當內政國會系統也表達不滿了 對此林佳龍就說了 賴清德有跟他討論過人事安排 也希望自己持續在團隊中擔任重要位置 強調要給新政府多一點時間補局 幽默笑說媒體多 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出席十大捷出青年活動 會怎麼受關注 因為賴政府新內閣人士不見他的名字 讓黨內政國會系統很有意見 林佳龍沒有看到 我也覺得很納悶也很奇怪 昨天他一個人就部分區就四個安全名單 今天來做行政院長 吃得比較用 就吃得小口 國家重要的人才 人才就不應該被埋沒 選前政國會早早挺賴 現在還大力出借智庫人才 但林佳龍至今拍怎麼拍還沒落 眼看派系雜音出現 林佳龍趕緊緩夾 總統院長會覺得他講得太強嗎 不會 他事後也跟我打了一個電話 我們都知道他的個性 那這個也尊重 內閣才公布第一波人事 還是要保留後續空間 尤其賴清德曾親自徵詢林佳龍 結下外交部長重任 林佳龍坦言有討論 卻似乎不太有意願 因為我也負責政府交接的工作 所以在這個期間 賴副總統都有找我討論非常多 當然包括國政 有一些人事 外交的形式有非常多 那外交的人才也很多 所以這方面我有跟賴副總統推薦一些人選 那他希望我能夠在未來的執政團隊扮演一定的角色 沒有多的我一直在團隊 而且也會持續在團隊中 言下執意似乎對外長不是這麼有興趣 畢竟志在正負隔魁 外交對美系統未來掌握在准副總統 從校美琴手中林佳龍難有施展空間 但正文參到林佳龍黨內大咖 位子難排 派系之間就怕深處矛盾 記者吳神仁孫妍一台北相網報導